2020是没有体育的一年 因为疫情英超取消了 欧洲被取消了 连奥运都取消了 不知道这个让多少人非常的精髓 但是有一项运动在2020年屹立不倒 而且是大步向前 是说宅吗 当然不是 我说的是电竞 而作为一个自己 我完全不会玩游戏的选手 就是各种各样的新闻热搜 都让我会觉得电竞真的太火了 这样我就非常的好奇 这到底是一门怎么样的生意呢 而当我看到NewZone的这份 2020年全球电竞市场行业报告的时候 我真的只想喝喝了 这份报告预测2020年 虽然全球电竞产业的规模 会有15.7%的高速增长 但就是这样 全年整个产业的收益 才只有11亿美元 11亿拿到了很多呀 你知道11亿美元是个啥概念吗 这个还不到整个游戏产业的1% 甚至都低于美国每年职业橄榄球 超级晚一场比赛 赌球输我的6分之一 也不过就是一部的变形金刚电影的票房而已 所以这么小的盘子 它真的值得关注吗 但是同时我又发现 像乔丹贝克汉姆这样的超级懂体育 又超级会做生意的大佬 也开始投资电竞 他们到底看中电竞当中什么样的机会呢 是不是它真的就是潜力股呢 于是我对电竞行业做了一些小小的调研 而今天的商业侦探家 就想和大家说一说 当我们谈论电竞 这门生意的时候 我们都在谈论什么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是电竞 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 他给出的解释 就是电子游戏比赛 达到竞技层次的体育项目 所以说本质就是联网打游戏 但是和隔壁老王打游戏不同的是 打电竞的都打得特别好 达到了竞技的层次 不少还是经过高强度的专业训练出来的 而且和其他体育比赛一样 电竞也有它统一的竞赛规则 说完了它的定义以后 我们再来说一说电竞的发展史 虽然感觉现在玩电竞的都是年轻人 其实这项运动一点都不年轻 我发现在1972年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 就曾经有过24个程序员和研究员 他们开展了一场叫做星际太空大战奥运会 这个算是最早的电竞比赛 当时的奖品就是一年的滚石杂志 之后推动电竞历史的是一家叫做亚达利的公司 这家公司可一点都不简单 据说乔布斯年轻的时候就在亚达利开发过游戏 在1981年的时候 他们举办了首场参加人数破万的电竞比赛 盛况空前 紧接着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电竞的存在了 像报纸杂志都开始争相的报道 持斗人和金刚的最新世界记录 连美国ABC电视台还出了一档直播红白机游戏比赛实况的节目 我觉得这就是游戏直播的鼻祖 而电竞的进入职业化 不能复说的就是一个国家叫做韩国 而且还是韩国政府来主导的 1998年韩国当时是深陷的亚洲金融危机 很多人失业了 于是都跑到网吧 要说当年韩国网速号称全球第一 是又快又便宜 也就在这一年 美国的游戏公司暴雪出了一款游戏爆款 我想大家都猜到的就是星际争霸 于是韩国网友就玩嗨了 汇稿式的韩国电视台就感觉这事挺火的 策划了一场比赛 并且通过电视进行直播 没想到超级受欢迎 于是就吹声了职业战队联赛以及电竞综艺 这个时候韩国政府发现这事挺好的 你说现在是金融危机 还能稳定社会 还能帮助产生一些商业价值夺正面 于是大力扶持还设立了专门的电竞协会 来扶持产业的发展 到了2004年 电竞相关产业链在韩国整体发展 甚至一度都超过了汽车行业 当年韩国的电竞产业铺的非常大 唯独就是游戏的出品方暴雪 没有捞到啥好处 于是暴雪很不爽 就想通过法律途径来夺回主动权 结果两方扯皮还没扯皮完 就看到英雄联盟 DOTA 2等新游戏开始上位 美国和中国的电竞产业也逐渐崛起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现在我们关注的像什么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什么DOTA 2国际邀请赛 CS GO亚洲巅峰赛 以及王者荣耀的职业联赛 这些都变成由厂商主办的赛事了 这个也是厂商们从暴雪的经验当中学到的 不再把现成的利益让给别人 而电竞真正进入这几年的高速发展期 要感谢的就是游戏直播的火爆 在01年的时候 Justin.tv分割出来了Twitch 这个就成了首个专门的游戏直播平台 而到了1415年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候欧美就有了YouTube Facebook等等平台入局 而在中国则是出现了像虎牙 斗鱼等等一批专门的游戏直播平台 在01年搜索观看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人数 只有170万人 而到了2015年 全球有3600万观众 观看了有大魔王称号的电竞选手飞克尔 带队赢得了英雄联盟世界大赛冠军 这个人数超过了同一年 收看NBA总决赛的2300万人 而突然打游戏不再只是有趣的事情 而是变成可以赚钱的事 飞克尔本人当年因为辉煌的战绩获得了超过百万美元的收入 这个都还没算他在皮肤分尘 广告代言 游戏直播等等渠道获得的隐性收入 而另一个电竞热门DOTA赛事奖金的累积 更是已经高达了2亿美元以上 在中国国内玩得早的就是王思聪 现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运营的电竞战队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5000个 连周杰伦都有了自己的战队 去年电子竞技员还成了国家都认可的新职业之一 刚才用几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介绍了电竞40多年的发展史 下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提出最初的问题 就是电竞这么一个只有11亿美元的小蛋糕 到底它有多大的商业价值 或者说它的价值到底在哪呢 这里就要和大家去讨论一个在现阶段 比营收额更重要的数据 那就是观众数量 那还是来看一看这个New Zoom的一个数据 2016年到2019年 全球收看电竞的全体人数 已经从2.93亿增加到了4.53亿 增长了55% 那今年的预计这个数字还能达到4.96亿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呀 我来说一下 把这个放在全球收看人数最多的体育前十排行榜上看呢 虽然和足球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已经超过了高尔夫 超过了美式橄榄球 接近于棒球5亿观众的水平 而要说到呢这个棒球的收入呢 我们光看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一年的收入呢 就在100亿美元以上 听着这个数字我觉得大家呢 大概也能感觉出电竞未来的潜力了 另外呢就要说到就是电竞的观看人数不但多而且年度高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呢观看的人数呢大概有4.96亿 这个当中啊 重度用户或者说说经常收干的人群的比例呢高达45% 差不多呢就是2.23亿人 这是相当可观的 因为呢年度高 那它带来的变现的可能就更大 那除了它这个年度高之外呢 这群人的商业价值非常高 还有一个证明点就要说到这个足球 一个社区呢有一个足球呢大家就可以提起来了 而呢看足球一个村子有一个电视呢就够了 真的是非常的亲民 但是要说到这个电竞就不太一样了 基本上看电竞的人群自己呢也都是玩游戏的 那你玩游戏你至少得有个电脑吧 再不行得有个智能手机吧 而且你这个配置还不能太烂吧 而且除了有硬件你还得能上网吧 再穷你得有钱去网吧 所以说白了没点钱你是进不了电竞圈的 所以整体电竞比赛的观看者和参与者的收入水平都相对比较的高 我们呢就看2018年的数据啊 重度的电竞爱好者当中有43%的家庭年收入是在7.5万美元 也就是差不多呢50万人民币以上 而因为呢收入高呢 所以这个人群的商业价值呢就跟着会加分 所以我们看到呢像什么LV啊的一些呢奢侈品牌 都上杆子的和游戏圈拉近火啊 什么设计虚拟皮肤啦 什么奖杯盒等等事情 另外呢电竞的观看者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年轻 我呢下面说的几个数据呢是来自美国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代表性啊 平均呢在美国呢看足球的观众的年龄呢是39岁 看篮球的观众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而看橄榄球的呀平均年龄是50岁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呢电竞平均粉丝的年龄 这是全球的一个平均数据啊是25岁 而且呢75%的收看人群呢是在18到34岁之间 正好是抓住了所谓的Z世代 就是呢95后的群体 为什么年轻很重要呢 很重要啊第一呢是年轻人更容易冲动消费 第二呢说的不好听啊 你这割韭菜年轻人呢可以割的年数呢比较长一点嘛 而在呢深入了解了电竞观众的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想呢这门生意的潜力已经在大家面前栩栩如深的展开 现在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主要电竞的四个直接收入来源 首先呢巨大的高质量人群将为广告商们提供的绝好的平台 除了呢传统赞助运动比赛的平台的预算呢会慢慢向电竞倾斜 很多呢不太赞助比赛的品牌呢也会因为这个人群进入 那赞助和广告呢就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就是转播权 第三呢就是游戏商的版税 最后呢就是了现场门票和周边产品的销售啦 所以呢今天的11亿美元 未来呢还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发挥 而今年呢体育圈的所有势头啊 基本都被电竞抢走了 其他的运动当然也有危机感啦 也开始呢考虑怎么样把自己电竞化 比如说赛车 今年F1呢在10月份呢就搞了一场的虚拟比赛 二十几个选手啊在家捣鼓那个发动机来操作 还进行了电视转播 貌似呢效果还非常好 而如果呢电竞真的就可以这么破圈 不光是未来电子游戏成为电竞的一部分 而是让电竞呢成为各种各样体育运动的一个新的存在形式 那势必会给电竞带来新一波的红利 那疫情过后电竞还会不会火呀 我觉得呢依然还是会火得下去 首先要说的就是呢电竞啊 其实过去几年一直都是在增长的 所以今年的势头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 第二个呢就是说电竞呢其实也是需要呢线下场景的 今年的因为疫情其实虽然线上非常火 但是线下这种现场比赛的门票销售还是损失的不小 所以呢电竞行业其实也希望呢线下能够恢复 第三呢还要说到就是这个受众人群的问题啊 刚才我们说了电竞的核心受众和其他运动非常不一样 所以呢不会因为说其他运动重新恢复了就会有大的流失 那你觉得电竞这么好你还不玩吗 我不会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一定要点赞转发加关注